有一个王姓女子前天到了东北角 草陵古道玩 下山到了大理站 她要搭台铁回台北 列车经过的时候 她就询问站务人员 下一班列车的时间 没想到对方态度很傲慢 双手一挥要她自己去看 后来甚至连售票口的帘子都关上了 王小姐只好改搭客运 台铁表示了大理站是个简易站 售票卖票车站的站务都是一个人服务 但是现在会立即检讨要求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